他是把24位选手的成绩都来排一下 那么显然呢 比跳马的选手成绩就会排在前面 因为跳马的起评分普遍要比其他的几个项目高 所以呢 一定要等到比到比完第四轮 也就是比完跳马以后 我们才可以看到 实力最强的第一组选手的一个排名大致情况 另外每个人的强项弱项不同 所以他这个得分也会有所起伏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为您直播第二轮的比赛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在日本东京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的 201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的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下面要进行的是第二轮的比赛 第二轮的比赛实力最强的一组 比的项目是安马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内存航平在做安马的这个赛前热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组安马这个项目上有难度优势的选手 一位是内存航平 那么还有一位呢是美国的奥洛佐科 奥洛佐科刚才比了自由操成绩的比较低 是他们那组当中最低的是因为他的起平分 也就是难度分要比他的队友低 起码是0.4到0.8之间 这一轮呢 安马是个坎的 有美国的雷瓦 还有像博伊 德国选手 英国的托尔维斯 安马都要加码油 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德国的博伊在做赛前的热身 博伊在去年的路特丹市领赛上 是这个项目的全能亚军获得者 他也比过北京奥文会 当时呢是全能的第13名 24岁了 这是英国选手 霍尔维斯